一百年前,考古学家的首颤将我从睡梦中唤醒,那一刻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,我被命名养韶文化。 大约七千年前,我的家在大河岸边,那里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摇篮,那时候气候温暖湿润。 从采集、鱼粒到农耕,从种植素树到粮果酿酒,从养残骚丝纺织到饲养家前家处,从魔力古剑十足到烧至精美彩桃,我们在这片黄土地上绵延盛兮。 水、土、火是大自然的恩赐。 我们将三种元素交融整合,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淘气,并把对世界的理解描摹其间。 从形象的万物生灵到抽象的几何图案,我们的审美不断迭代,掀起了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。 六千年前,我的生命力蓬勃旺盛,以中原地区为核心,从海带至甘青,跨江湘与烟山,凝聚成文化上多元而一体的早期中国。 就像一颗巨大的虫瓣花朵,点亮了花下文明的第一缕曙曙光。 从远古走来,我们一路见证天地的拨大与宽广。 我们用北斗星明方向定时辰,便季节,敬畏自然,重视农丧。 我们用北斗星明方向定时辰。 我们庆祝丰收,用自己酿造的酒,敬天敬地,敬祖先。 我们追求秩序,重视集体利益。 我们开放包容,主张求同而存异。 我,走过漫长的两千年,生长成为分布地域最广, 持续时间最长,内涵极其丰富。 影响力最深远的史前文化。 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。 穿越不朽的时空, 我化身那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, 与你相往。 我们的容颜如此相似。 我们的脊梁一样挺直。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未中断。 一脉相成。 同一条河流,那时孕育文明,如今奔勇千年。 仍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。 同一块土地。 同一块土地,那时重农侵残。 如今多元经济结构,高质量发展。 立体丝绸之路,构建开放格局。 中华文明,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。 在硬实处变中不断升华。 也在自身内部, 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建中不断壮大。 。 回看走过的路。 我们曾经的选择, 决定了我们今天站立的位置。 我们今天的选择, 决定了我们将要去向何方? 以史为鉴,历久弥新。 那一缕,来自七千年前的曙光。 汇聚万丈光芒。 照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